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破窑 就是佛现前 我们也不洗烟 牛羊从已践踏这个恒河的沙 沙也绝对不怒 意思就是碰到极恶之人 极恶之人 牛羊从已践踏这个恒河的沙 沙也绝对不会发怒 也就是嚣嚣不动的心性 也没有东西可以怒 珍宝 心香 放在沙滩上 沙滩也不贪着 你就是 把他拉一个大便 撒一泡尿 臭会不堪 沙也不会厌恶 诸位 这个就是佛的心 横和沙 这个沙就表佛的心 此心就是无心之心 无心就是完全理想 完全理想就没有东西 可以跟他干碍 这个就是涅槃的妙心 理解向众生诸佛更无差别 理解向众生诸佛就没有什么差别向 但人无心便是究竟 这句话就是修行的根本 意思是你只要肯放下那个妄念 就是究竟 不需要寻找 邪道人若不知向无心 累积修行终不成道 被三圣 三圣就是小圣中圣大圣 以为在用功 功恨居数 用功最多 却不得解脱 难证持心 又持急 意思就是有慢 有快 有看你的根气 有的人文法 一念变得无心 有的人要经过实性 实处 实行 实灰项 乃得无心 有的人要到实地 乃得无心 无论时间的长短 只要能得无心乃住 意思就是说 哪一个人 同身放下 无执着心 无分别心 无颠倒心 就是无心 纯粹一波润心 哪一个人先到 俺主在无心 更无可修正 诸佛菩萨就是无心 没有可以修正的东西 无心就是修正 实无所得 真实不虚 一念而得 以实地而得 功用是齐齐 平等的 更无深浅 只是历劫 广受 心情而已 拼了老命 要修行 却不得其闷而入 没有碰到 出世的名师 阴望用功 造恶 造善 皆是造相 造恶 会露山土 造相 造相 就是人天福报而已 这个是生死法 造相 造恶 都会往受轮回 所以佛 告诉我们 因无所住 而行一切善 以无所住心 而行一切善 既得阿奈多罗 三秒 三菩提 算是要做 但是不能住 众生就是往受轮回 照相 照善 往受劳苦 很辛苦 得了人天福报 继续做人 做一房大地 苦不堪言 总不如言下 便自认其本法 此法就是心 心外无法 此心就是法 法外也是无心 心 智无心 也没有无心这个念头 将心 无心 心切成有 常常告诉 我要无心 我要无心 这个无心就变成有心了 所以无心 是正量的真实境 是现象一如的解脱境 他没有任何的无心的观念 就是无心 真正的无心 没有无心的观念 默契而已 结束失忆 就是不能讨论 不能思维 古也言以道断 心形触灭